各位好,欢迎收听老九夜读案发言,我是主播老九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,标题为,顶尖交易员的思维是如何的,支付习惯实际上讲的是人的思维,即为什么你赚的没有别人多,是因为你机会比别人少吗? 极端天气,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有的时候,金钱甚至代表了个人的社会地位,如果能赚到钱,面子其实是小事,尤其是在自己有求于别人的时候,如果过于在乎自己的面子,就很可能会导致失败。 所谓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等到功成名就,别人也不会细问你的出身,就算知道了,也只会夸你能受得住魔呢。 做期货,尤其是对新手来说,有什么技术上不懂的就问,不要怕丢人。 学会逆向选择,物极必反,这是事物运动规律之一,市场的变化也往往如此。 因此,在经营决策中如果能常用逆向选择,那么,可能会得到超乎想象的收获。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表面上是违背市场,实际是对市场规律的最好适应。 当然,顺向选择也可以,如果你能把握未来市场走势的话,还记得股神巴菲特那句话吗? 边贪婪我恐惧,边恐惧我贪婪,要随时准备好,才能抓住赚钱机会,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这句话一点也没错。 机不可施,施不再来,一旦抓住好的机会,就是你翻身的大日子,时刻关注国家实施政策和政治决策,掌握市场风风向的变化,比别人更快一步发现赚钱的商机。 不同的时代,总有人赚钱,为什么不是你呢?好好把握机会吧。 是否就有灵活的赚钱思维,是赚大钱与赚小钱的最主要区别。 思维决定着一个人的格局,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,决定着你与富人的距离。 曾国潘说过,第一要有志,第二要有识,第三要有恒。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,有识则知学问无济,不敢以一的自足,有恒则断无不成知识。 拥有敏锐的思维和处处发现的眼光是最重要的。 真正想赚大钱的人,除了要有不安于现状,也要有更胆大的想法,只有不断创新自己的赚钱方式,才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。 我们来看看世界顶尖交易员的思维是什么样的。 理查丹尼斯商品交易的传奇人物。 于1960年代末期,就商品交易行业,刚开始几年,经常把钱亏光。 1970年之后,开始走向成功的道路,20年中,他把400美元变成一笔约为2亿美元的财富。 海归交易法的创始人,他认为交易最重要的就是瓶颈。 观点一,我从事交易已经有20多年,若非早学会了保持瓶颈, 我早就会被交易生涯中的大企大陆给逼疯了。 交易员就像拳手,市场随时都会给你示意一番统计,你必须保持平静。 当你亏损时,说明情况对你不利,别急,慢慢来,你必须把亏损降到最低,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资本。 当你遭受重大损失时,你的情绪必定大受影响,你必须减量经营,隔一段时间再考虑下一笔交易。 观点二,无论我是大亏还是大赚,我都会保持心理平静,每天坚持分析每一笔交易,看看有没有违规的情况发生。 对于好的交易,好好思考为什么会成功,对于不好的交易要自我检讨,找出癥结所在。 因此,你要想一直都做得很好,必须在平常就非常在意自己的每一笔交易。 观点三,几乎人人都可以列出我们所传授的80%的交易规则,可是他们无法叫人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,如何坚定这些规则。 因此,平静的执行交易规则,应该可以让你把握到历史以外的大部分行情。 麦克、马克斯、天才交易员,1969年至1973年期间,常常把自己的钱亏得金光,处于借钱、赔光、借钱、赔光的公式中。 1973年之后,开始走向成功的交易道路。 1974年8月进入商品公司担任交易员,公司给予3万美元作为交易基金,大约10年后,这笔基金收益率约为2500倍,扩大为8000万美元。 他认为,交易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有耐性。 观点一,我之所以会不断地亏钱并亏个金光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耐性不够,以致忽略交易原则,无法等到大事明浪,就贸然进场。 观点二,今天符合获利原则的交易机会已经越来越少,因此你必须耐心地等待。 每当市场走势与我的预测完全相反时,我会说,原本希望趁这波行情大赚一笔,居然市场走势不如预期,我干脆退出。 观点三,你必须坚持手中的好牌,减少手中的坏牌,假如你不能坚持手中的好牌,又如何弥补坏牌所造成的损失,有许多相当不错的交易员,最后是把赚到的钱全数拖了出来。 这是因为他们在赔钱时都不愿意停止交易,我在赔钱时我会对自己说,你不能再继续交易了,等待更明朗的行情吧。 而当你拿到好牌的时候,则要有耐性地拿着,否则你一定无法弥补,拿到坏牌所输掉的钱。 保罗斗德琼斯具有攻击性的操作艺术。 1984年9月,琼斯以150万元美元创立了多德期货基金,到了1988年10月,该基金已经成长到3亿3千万美元。 他具有双重的个性,在社交场合,相当随后,是一位平易见人,谦谦有礼的绅士,在操盘时,下达命令仿佛是一位凶悍残暴的长官。 他认为,交易最为重要的就是自我约束和资金管理。 观点一,在我一次性地亏了自己70%的资金时,我就决定要学会自我约束和资金管理。 在操作的时候,我会尽量地放松心情,假如持有部位对我不利,我就出场,对我有利,我就持场。 我现在的心理是如何减少亏损,而不是如何多赚钱。 因此,当你操盘情况不加时,减量经营或者停止经营,当操盘进入佳境时,增量经营,千万不要在你无法控制的情况下,贸然进场交易。 观点二,每当我做一笔交易时,我总会提心吊胆,因为我知道干这一行,成功来得快,去得也快,每次遭受打击,总是在我洋洋自得的时候。 任何事物毁坏的速度,远大于当初建造其所花的时间,有些事物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建造起来,然而一天就可以将其完全毁灭。 因此,无论什么时候,我都会严格地自我约束。 观点三,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乐观。 因此,我现在操作时,从没有想过每笔交易能为我赚多少钱,而是无时无刻想着可能遭受的亏损,时刻注意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。